哎呀,你轮转你,风湿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风湿骨痛啦 哇,这么好的?那买多个分享给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陆创二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网上观众,听众你们好 很高兴今晚又能够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些困扰香港的问题 那我们香港出路的节目的目的是 希望为香港寻找一些速度,是真正能够解决到问题 我们就不是希望只是和大家一起批评一些事情 或者政府,某机构某人,对某些事物的处理的不当 大家发誓一番就算了 那其实我们希望是能够深入探讨一些问题的根源 了解问题的来龙去物 而最后是提出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法 还有最后我们希望能够建议到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香港人可以做到些什么 是令到这个问题可以深正解决的 那简单来说,我们希望说 如果你是特首,或者你是那位负责人 你自己会怎样做呢? 好了,那今晚我们会继续讨论的问题 就是认识禽流中的真面目 如何有效的应对 今晚跟我主持这个节目 是有金泳妍先生 他自己也是一位传媒的工作者 一位关心香港的人 他一向都很积极参与社区的工作 亦都是我们香港更好大行动协会的义务幹事 因为他是没有任何的专业的背景 或者所以我可以这样说 是没有什么先见的知名 或者没有任何的政治包袱 那比较容易是用一般常理的去了解一些事情 就不会将问题复杂化 那可以帮助我们看出问题的根源 好 各位听众好 我是金泳妍 袁医生 袁医生 袁医生好 你好,是金泳妍 是金泳妍 是金泳妍 好了 最近有些什么发生 因为我刚刚就离开了香港 然后拆过五六入岛 香港有最近有些发生的事 我都没办法跟进 回到来就忙到死 最火烈的一定是 又眨眼又过了一年 七一回归 明天 人间民权阵线又搞了个游行 慶回归那里 早上又搞个游行 这个就是我们香港的特色 有另外一个游行 同时信行 那个是慶回归的 有解放军表演的 解放军军称 升旗仪式 可能到时会相当热闹 其实我们每年都有参加的 就是民阵游行 是的 我们每年都有去的 有时我们的公司和同事 都跟我们一起 好了 其实我今次去了台湾和冲城岛 在那个团里面 我认识了很多人 其中有一位是一个 台湾一个佛教那些 一个智院的主持 一个女主持 我又有机会和她说起 我们香港的更好大行动 其实我最紧要 就说出一个概念 她认为是 她觉得是很值得去理解的 就是说 我说其实很多问题 最终最终根源和解决的方法 其实应该是很简单的 这是我说的一件事 她自己是处理很多 善中的病人 始终要面对临死的病人 她面对很多方面的困扰 应该如何处理 她听见我说 其实很多问题 其实真真正正 如果你了解这个问题 你会发现很多事情 其实都是很简单的 解决方案 也可以说 都是不是那么复杂的 我亦都说了一件事 她亦都觉得是很 觉得很有趣 很特别的 就是说 其实我们过去 其实地球上 可以说很多国家 都有很多不同的问题 亦都很多 有很多人关心的人 去做很多事情 好像香港 譬如有人组织一些行动 活动 所以这样说 就是过去历史上 很多有心的人 肯做事的人 都相当之多 但始终我们觉得 地球上的问题 很多社会 国家问题 似乎是越来越严重的 很多人都有一种 很无望的感觉 我跟她分析 其实那个关键性 就是我们过去 大多数人 都是希望 寄望解决方案 是一些所谓 有智慧的人 所谓那些 有领导才能的人 其实这些人都出现到不少 在历史上 很多这方面 就是袁医生 你的意思 即是 即是 救世主 类似 即是 可以这样说 我们 都希望 推动一些 人帮我们 带领我们做事 但结果 我们发现 很多事情 都好像做不到 那 为何呢 我过去都这么想 为何我们 很多人 都觉得无奈感 他因为 因为我们 即是一般的平民百姓 常常都有个期望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领袖 去引领我们 去 即是去一个 即是解决问题 以及 即是我们 将 将那个 的问题 的责任 通常找一个 领袖去 你跟我们搞定 即是一有这些人出现 一有这些这样的领袖 然后出现 就 就不做事的了 是 即是 即我看历史 都是这样的 通常 即是你搞定 即是我们找个 救世主出来 或者找个 找个 偉大的领袖 你跟我搞定 但很多时候 都是 知为什么 即是 又是引领了 我们去了 另一个 另一个地獄 好似我们 明天 九一 过去这么多年 我们香港人 其实争取一件事 就是一个普选 是 我们都觉得 整天都以为 如果有一个普选的制度 政治制度 很多问题 就是会容易解决很多 但其实 很多人都不了解 我自己个人都认为 其实 只是有个普选 是不足够的 因为 你看一下 譬如 好像美国这个国家 大家都当他是 民主的代表 民主国家的代表 而实际 发现 很多大部分的美国人 我可以说百分之九十 的美国人 他投了票之后 其实 对政府所发 社会所发生的事 都不民不民 就是跟我刚才所说的 就是找了一个领袖 你跟我解决这个问题 是的 大家都 就行了 他以为做了 是的 而你发现 其实 好像美国这个国家 其实都有很多问题 虽然他们有些 所谓民主的 选举的制度 我觉得 其实 很多时候 为什么这么多人 会这么难答 为什么会觉得 就是 就是 不是那么积极 那当然 其中一个原因 一般人 你跟他谈起来 他都觉得 就是 一个人做了些什么 是不是 一个人的力量有限 所以 大家都有这种 这样的 无耐感 无助感 于是乎 很多时候 都不会去 参与 那 但 我觉得 其实 很多的问题 那个 需要的东西 其实 不是说 过去我们以为 要团结走势力量 要很多人 一起去做 而我觉得 关键 就是说 我们只要相信 其实一切都是由自己开始 我自己 是可以能够做到的分别 最紧要认清问题 最紧要了解 其实 真真正正要解决的方案 是很简单的 那 譬如我给一个简单 一个例子 譬如我们香港 譬如当日这个游行 我们呼吁 希望争取到一些东西 那 其实 要 五十万人 一百万人 二百万人 去做一些行动 表示的话 其实它的关键 所需要 就不是说 要等大家一起去 同心合力 有个这样的齐心 去一起出动 其实它的关键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问一下自己 我愿不愿意 在譬如7月1日 下午三点钟 去指定的路线 去走一个钟头 或者一个半钟头 那样 其实那个关键性 就是那里 如果有没有一百万人出现 那个关键性就是 我们有没有问自己 有没有问问自己 我愿不愿意 在9月7日 虽然天气比较热 那我去搭傘 拿点水 那它一个指定的路线 平时走不到的 这些路平时没得走的 那我们就这样走一个钟头 好了 看一个这么简单的决定 就是其实是这么简单的决定 这个这么简单的决定呢 就可以造成五十万人 一百万人 二百万人 那其实最终最终 不是说 我们要团结一起去做 那因为如果我们 大家这么想 一般人都会 就是左望右望 看看有没有其他人跟着它 还有就是有个问题了 又要找些领袖出来 就像陈太那样 如果陈太来我们又去了 就是这样 又是回去旧路 就是又是一个失望 是的 因为始终我们 就是会过去的 是不是 万一它不是一个很领袖 我们又再次失望 整天都是这样 整天都是走不出这个 所以我同意袁医生 你刚才那个看法 其实你想想 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 这么简单的决定 有这么简单的决定 就可以造出一个很大的影响力 是吧 就是你只要你自己问一下自己 我愿不愿意在明天 三点钟 在维多利亚乘客 走到中环 那条路都不是很长的 我们过去走 有时走得快 九个字都走完 都差不多了 就是这么简单的决定 就是你不用想 其他人会不会跟你去 陈太太会不会带到我们 其实重心不在那里 其实重心是这么简单 是一个这么简单的决定 重心就是每一个人 是的 那我其实 那这个是七一的精神来的 当时 可以 希望是的 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个讯息带给香港人 那香港的 我觉得会更有希望 更有希望 将很多的问题 可以一一解决 我说回我在台湾的经验 那这位 她叫女上司 她是台湾人 她称呼的女上司 她和我在不同的场合 谈了之后 临下飞机 她就很兴奋 她说我今晚 我会 我想帮她做一个访问 原来她有一个刊物 有成五万个五万的份 就是每一个 每两个星期 就是全台湾去派放 那她就说 我觉得你很多很特别的见地 我都希望 立即帮你做个访问 那结果那晚 她班了整个编辑组的人 有成五六个人 有几个报纸的记者 就跟我请了出去 吃了一餐饭之后 大家就聊 其实他们都觉得 其实 真的 很多 我们以为很复杂的问题 其实最终最终 关键性 是一个很简单的决策 我解释给你听 其实我过去 我经常都在想 当然我是用一个 所谓基督的上帝 来了解这个问题 在基督徒里面 我们认为 上帝是一个 全爱 全智慧 是公平的神 我觉得 如果神真的 很公平 全智慧 我觉得 他一定 不会设计到 我们人类的问题 需要一些所谓 伟人 智慧的人 因为始终智慧 伟人的人 在我们这个制度之下 是不多的 很少的 我觉得 他一定是让一些很普通的人 都可以很简单 参与了解的问题 做到一些事情 我当时也提及了 在《教育圣经》 因为我对佛教 我没有什么研究 所以我没有办法 是 但我也知道 其实很多教 包括回教 都有很多相似的 教导的方法 令到我们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可以改到 我们的人类的命运 在《教育圣经》 有一种叫做十分之一个贡献 是 是 其实我们可以用这个去看看 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有一种无助感 觉得我们一个人 是做不到什么的事情 于是我们往往是有机会 当人们安排了这样的活动 我们只是需要举脚之路 好像明天举脚之路 有时候是一个举手指之路 其实是可以将这件事 是发出很深远的影响 我就给一个例子 其实我们过去的传媒 也有一种问题 就是始终传媒是自我封闭 自我那个耐管很厉害的 其实传媒的背后 往往都是那些大财团 生意佬 我不觉得他们所做的事 是会什么维护言论自由 即是很多利益制造 是的 一般人就说自己是维护言论自由 还有监督政府 就是为民请命 这些这样 但是你想想 那传媒背后的背景 是什么公司 往往是一些大财团 好像美国那样 美国的所有传媒 由四间大企业控制 包括迪士尼 还有一个好像 General Electric 其实他们主要是 几间大机构控制了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发现 很多信息 不能够自由地可以说出来 所以我们有香港 人民广播电台出现 其实台湾很多电台 有六十多个电视台 所以这方面是比较开放得多 我就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说 很多时候我们会收到一些 E-mail 有些人传一些很有趣的资料 或者信息给我们 我们如果能够好好地看一看 看一看有多少资料 如果我们觉得很有意义 我们是很容易的 我们是很容易的 是可以将它 按一按 安排了 是送给我们十个 就是相熟的朋友 就是有些 就是同等 就是想法的那些朋友 我叫like-minded的人 那 其实这个动作 我估计是 不会多过半个小时 就是你有一个 很有意义的信息 那你觉得 挺好 如果多些人知道 这个社会 就有机会去 改得到 那我只是需要 就是看完这个资料 按一按 给我们十个朋友 去接收到同样的资料 好了 如果我们 其实那个关键 只是这么简单 你会不会 是做这个小动作 你看完这个资料 你就一次都安排了 这些所谓的 email 那些地址 那你按一按 如果我们这样做 是做六次 六次 大概我估计 大概是三个小时 你猜有多少人 是收到这个信息 那其实 近期 比如好像 巴斯阿叔 那一部短片 那样 你便看到互联网威力 是的 比传统传媒更厉害 短短三个小时里面 是有一百万人 是有一百万人 接收到这个信息 是 其实 这个信息的关键性 是什么呢 不是说我们要一百万人 去大家合力去做 是只不过 我们自己 当我们有机会 做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 做一个 举手指之路 去按一按这个键 那 就一百万 一百万人 听到的了 就是这么简单 那我们很多时候 经常都有一种 我觉得 我以前那种想法 团结就是力量 其实这个是错的 其实这个力量 是我们个人 我们能够做一些东西 是令到这个事情 是有转变 就是 I can make a difference 如果我们能够 将这个 其实 我们的所谓 香港更好大行动 很多人问我 我成立了大概 两三年左右 有些人问我 你有多少会员 这样 其实我们的 我们通常 解释给你听 我们的目的 不是真的需要 就是有很多会员 我们的目的 希望是将这个 这样的概念 就是我们四部曲 解决问题的四部曲 还有 不要常常盲目依赖 这些所谓的专家 来解决我们社会的问题 还有 我们自己每个人 是出十分之的力量 在一个适当的时间 是出十分之的力量 其实社会的问题 是很快就解决到的 如果我们香港更好大行动 只是需要将这个讯息 给那些人 一直传出去 其实呢 就是足够的了 我们是不需要 很多人数 只不过 是这个概念 好了 那袁医生 那我们不如 讲回 今天 今天的 题 是 如果 如果 如果那些 听众 有兴趣 和我们 谈一下 可以 送一个 ICQ 308 084 705 或者 打个电话 进来 和我们谈一下 2385 4492 可以 我们很希望 是 在将来 是有机会 是和香港 各类的人 和大家一齊 来到 即 大家想一下,可以用具體的方法去解決我們的問題 袁醫生,剛剛過了星期二,在Discovery Channel有一集說禽流感 我覺得這些片集經常出現在傳播媒介,他們說些甚麼? 這集Discovery Channel的禽流感這個節目,比較多講澳洲和亞洲區的問題 但是,它有一個數字挺有趣的,原來我們全球每一年死在流感是50萬人 但是,現在死在禽流感也是百多人左右 而且,整個節目給我一個感覺就是,無奈 如果真的爆發起來,都是沒得搞的 政府現在不是很積極推動打防禦針嗎? 亦都大量來儲備拋銀幅,這些就是他們認為的解決方案 那個節目有沒有在這方面講? 他有一個流感專家說,其實這些方法都沒甚麼效 一個自己都承認是沒甚麼效? 是呀,那個流感專家,直接認為是沒有效 那麼,另外一個是澳洲的一個影子內閣,一個首相 那麼,他就說,如果真的爆發,就要關掉 即是會關掉一些機場,那些這樣 即是截斷那個流通,交通 還有,原來在儲備特敏福呢 澳洲是全球排第二的 噢,OK 還有,特敏福就傳了一個 document 給Discovery Channel 因為,他問他特敏福是否真的對禽流感有效呢? 那麼,他羅氏藥廠那裏呢,就說,是有療效的 就是這樣 是有療效到甚麼程度呢? 他就沒有講了 他就沒有講了 是呀,只是說有療效 但是,另一個流感專家就說 就,就說,根本是,大家都不知道 是,也都,也都很,即是,根本是,如果真的爆發的話,是會很恐怖 根本是,束手無策 那,其實呢,那個達敏福的資料呢,你可以說,在達敏福的藥那個盒裏面呢,都有這些這樣的資料在 那麼,很多時候呢,也都,有人可以上網看到的 那麼,我也都找到這個資料呢 曾經,關於這個達敏福背後的那個,那個研究的那個,那個背景 那麼,他其實都做了一個很細形的研究而已 那麼,最終呢,他們的發現呢,他,達敏福呢,對這些感冒的病人呢 是可以令他的症狀呢,是減少,即是減輕的時間,減短的時間 一日到兩日那麼上下的而已 那麼,我也都知道呢,很多專家都有提出呢 達敏福的,如果要有效呢,要用的時間很重要的 就是,你又不可以用得太早 就是,如果你就這樣,當是預防性的用呢,就可能會出亂子的 那麼,好像我們,好像不是最近去台灣,還不是去日本,是吧 是 年輕人吃了之後呢,就神之錯亂了,衝出馬路,遇到意外 那麼,其實他發現呢,達敏福呢,如果你要用呢 是一定要在病剛開始的時候,你要立即去用 他那裏有一位,那些,譬如泰國啊,他們,那些衛生部門那些專家 就說,要,即是,如果你,那個症狀要出兩日,兩日內 兩日內,你要用,是的 那麼,還有呢,他澳洲那裏呢,原來他是,萬一有爆發呢 他就說,派這些鄧敏福,給那些群眾去預防的 哦 是的 但問題我們都,即是,在現時所有的資料方面呢 其實鄧敏福是沒有預防的效果的 所以,所以,阿袁醫生,我就有個疑問呢 其實每一年,每一年死在流感的人有五十萬人 是 那麼,如果他是有效的,我不要理他能否侵入流感先 我以一個直覺,那為什麼他又醫不到這些流感呢 是的,他是說,是的,他是說 那麼,因為其實呢,很多時候呢,當我們說是有效 即是有效的意思呢,給那些安慰藥是有效 那麼,其實有效幾多呢 其實,不是很多的 就是,很多人都不了解一下 就是,我們要了解那個藥呢 它是怎樣,經過什麼的步驟呢 是被鑑定,許可去售賣 那麼,其實很多人都不了解呢 其實在過程裡面呢,藥廠呢 是只需要做一些研究,證實它是安全 那麼,其實呢,是一個很短的時間 你未看到那些真正的問題 那麼,還有呢,是相應對我們所謂的那個安慰藥呢 是比安慰藥好 但它是不需要說你好幾多的 很多時候,那些人都不了解 你是不需要,即是說好幾多呢 那麼,很多時候是不需要的 那麼,其實政府機構呢 所只關注的地方呢 其實它是比安慰藥好 好啦,那麼,很多人都不知道呢 其實很多這些市面被批准應用的藥呢 那個療效呢,其實大致上呢 是,可能是,大概不會多過一半 不會多過一半有效的 那麼,這個不是我說的 那麼,原來呢,有一位叫做Alan Ross的 他是一個,一個很大的藥廠 Glaxo Smith Klein的 其中的一個副總裁 那麼,他在一個最近的會議裡面呢 他就是,當時是一個在倫敦的一個最近的會議呢 那麼,他就提出呢 其實原來呢,很多市面所用的藥呢 那個療效是不會多過一半的 那麼,譬如他說呢 譬如,治療那個,那個Alzheimer 就是老人癡癌症呢 那麼,它的藥的有效率呢 是,大概30%的而已 那麼,一般的止痛藥呢 是,Coxo的止痛藥呢 那麼,有效的地方呢 是,大概呢 是80% 酵喘,60% 心跳不規則的呢 是,也都是60%有效 那麼,很多的,處理那些所謂的那個 情緒低落啊 抑鬱病呢 有效率是,62%而已 那麼,糖尿病藥呢 有效率是,57% 治療肝炎,丙型肝炎呢 有效率是,47% 那麼,治療呢 就是,尿濕禁這個問題呢 也是,40% 急性的扁頭痛呢 是,52% 預防扁頭痛呢 是,50%有效 對那些癌症的那些藥呢 是,25% 淚風濕呢 是,50% 精神分裂症呢 是,60% 總括來說呢 那個市面上啊 就是,已經政府已經批准了啊 用了很久的那些藥呢 其實呢 他們的有效率呢 是,不是多過50% 那麼,這方面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那麼,特敏福呢 我估計呢 他的有效率呢 就是,沒有正真正正做過任何這方面的統計 那麼,我相信呢 既然那麼多我們已經用了那麼久的藥呢 結果發現那個有效率呢 都不是那麼高 有效其實不是說他醫好這個病 就是,他很多時候有效呢 就是說呢 可以,起碼可以控制這個病情 那麼,西醫裡面呢 就是那個病徵 病徵方面呢 可以控制到他 那麼,他就叫做有效的了 那麼,袁醫生 我,如果聽了你這樣講呢 不要理會有沒有效率呢 不要理會有沒有效率呢 這個,這個生意都很大 這個生意都很大 全世界都買 好像,澳洲 我看過Discovery Channel 澳洲好像花了成 15億 15億港幣的位置上 就用來儲備那個 是的,因為他全球儲備量第二 是的 那,那也很厲害 這本生意 沒有理由沒有效率 是的 但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還有那些藥是有那個 所謂Expiry Day 可以過期的 好像大概都不知三年 三年左右 好了,那你用了那麼多錢 儲備了下來 那你是要等它那個 所謂我們那個世紀初的 這類的禽流感去爆發 我們不是怕那些普通的感冒而已 好了,那結果是 就是用不著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好,我們現在暫時 休息一會吧 好 一會再談 陸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講出爐這個節目 有我金銘賢 和袁大明醫生 袁大明醫生 我們又回來 講講這個禽流感的問題 是 那剛才 照你所講 那 就是鄧敏福 其實 如果看回客觀的證據和數據 還有加上有一個 就是 我看到一個資料 就是越南那裏 就是他們都有一個爆發 他們都有用鄧敏福 他們的醫療人員 以及直接面對這個問題 那些醫生都承認鄧敏福沒有效 那 那 又是去到一個困境 其實 我們怎樣去面對這個問題 以及去解決呢 這個正正就是我們 我們希望今天可以講到 其實很多人都經常這樣猜猜 爆發又怎樣呢 第一 會不會爆發先 其實說真的來說 一般的感冒是經常盛的 我們試過亞洲流感 香港流感 死的人都相當的 世界當時都死了 都可能都是數以幾十萬人死的 好了 但是個重要問題 到底會不會再爆發呢 就好像1918年1919年 這一類的流感 是很廣泛性的 原意上 一說到爆發 就一定引述1918年1919年這個疫情 因為當時死的人數 可以說是幾 二千萬到五千萬 還有 有些人死得很快 很多時候 早上好地地 都下午過了 所以大家害怕 其實是害怕這件事 一般的流感大家都責以為常 很多人都有 所以我們講來講來講來講 就是這一類的 所謂他們認為變種 其實當時 1918年1919年 是當時怎樣發生呢 我們都不知道 他所謂叫豬流感 他認為豬的感無變種 西班牙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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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第一個承認有這個問題 不是他開始 正正正正開始 是美國的兵營 既然我上次分析過 其實整個問題最終最終最終最大機會 是跟我們打疫苗 打預防針有關 所有疫苗注射有關 可以解釋 其實很多疫苗針 都是需要雞蛋做胚胎來培植 當時第一次在世界大戰的時候 很多美國士兵在軍營裡面 準備戰場作戰 他們通常要做是打一大串的疫苗注射 我的推測 其實我們很多整個問題 都是其實 如果你用疫苗方面的connection來看 其實可以解釋得很清楚 好了 會不會至於他會不會再出現呢 由於那個問題的根源 是我們大規模注射這些疫苗 所以當然有機會 是吧 什麼時候 如果我們是覺得他有機會 我們是怎樣去做準備 我們現在的結論就是 目前來說 沒有任何有效的藥物 在西這個方面 也沒有任何的疫苗注射可預防 就算普通的感冒 其實都是沒有的 不要說是禽流感 我上次都很強調 根本是沒有禽流感的疫苗注射 是沒有這回事的 我們經常講來講 是讓人打心是一般性的感冒 好了 很明顯 專家都承認 如果真的爆發 可以說整個醫療體系 就馬上崩潰 整個地球的經濟 也會即時崩潰 我們不要寄望 到時會有人拯救我們 其實最終最終 到時就是自己照顧自己 所以就是說 在星期二那一集 講禽流感 Discovery Channel 那一集 他給我的印象最終都是無奈 即是 如果一爆發就崩潰 即是 你都不要指望 即是我跟袁醫生 你說 即是 即是那個醫療體系 是沒有可能 即是他自己都搞不定 目前西醫的醫療工具裏面 我們已經知道 是沒有什麼新的方法 是可以處理得到的 也都當時我們都看到 當時的死的人數是大很多的 而都今時今日 我們都沒有看到 有任何的新的藥物 或者新的注射的方法 是可以預防或者處理得到的 但事實上 是否真的這麼悲哀呢 其實絕對不是的 我估計 當這個疫情 如果真的爆發的話 很快 整個經濟都會停頓 我們2003年的沙士經驗 可以看到 其實他影響的人 說真的來講 他傳染性真的不是那麼高 而死的人數 也只有幾百個 也不是真的那麼厲害 但已經影響到那麼厲害 我當時也寫過幾篇文章 解釋其實 導致這麼大的傷害 其實不是那個病 是我們那個集體的恐慌 這個集體恐慌的基礎 基於什麼呢 基於第一 即是不明朗的因素 我們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什麼病毒 我們在追尋 到底當時是什麼病毒導致 什麼因素導致 還有那種無助感 我見到醫療人員 我們過去信奉為神的醫療人員 自己都救不到自己 在這兩種情況之下 我就產生恐慌 而我們的集體恐慌 導致整件問題 變成這麼大件事 我當時提出一個很簡單的解決方案 一個即時能夠解決問題的方案 我就說 如果我有一種醫療方法 是非常之有效的 即是說 你入親入來 我們在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是幫你搞定的 還有是完全沒有一副作用的 任父也好 小朋友也好 老人家也好 一個個處理到 是完全沒有一副作用的 而個個都治得好的話 我說 如果我們有這種方法 存在的時候 我們這個問題 還會不會有呢 是否即時解決了呢 其實是這麼簡單的 你問真一下 如果我們有這種方法 存在可以做得到的 是否即時解決呢 其實人類遇到問題 如果有解決方案 那是沒有什麼需要害怕的 是 那是這麼簡單 我就這麼說出來 是這麼簡單 如果我治得到的話 不用怕的 好了 今天人們會問 到底有什麼方法治得到呢 起碼呢 我們用1918、1919的例子 是吧 當時呢 其實呢 除了我們所認識的 所謂西醫的對抗性醫療 其實他們當時用的是壓時不靈的 就是他唯一當時有效 當時也沒有抗生素 這類的東西 但是我們都知道 抗生素對病毒的感染 根本是沒有用的 沒有效的 是 其實他只不過有些所謂 即是 即是退消藥 壓時不靈的 今時今日 其實我們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有效工具存在 好了 但事實上 我們有效工具是一向都有的 不是沒有的 只不過我們現時的醫療呢 是不允許 一般的人 是了解去認識 這種方法存在了 那是當時的 在美國呢 我上次都很清晰提及 是有同類療法存在的 其實同類療法 今時今日是可以說 全世界第三大醫療 傳統醫療 自然醫療 包括中草藥 西草藥 西藏醫療 印度醫療 這個是可以說 全世界最大的醫療 即是最多人採用的 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人 其實是採取自然的 傳統醫療的 我認識西醫的對抗性醫療 其實採用的人是排第二 而同類療法是排第三的 好了 我給回一些當時的數據 當時在二零一九二三年 有一位醫生是將當時的 不同的醫院處理的數字 是加起來 他比較在二萬四千宗 在西醫院醫療的病人裡面 他們的死亡率是28.2% 而另外呢 二萬六千七百五十宗 是在同類療法醫院治療 死亡率只不過是1.05% 那很多其他當時的 同類療法醫生的經驗 其實如果你當時有些病人 不是先去用一些西藥 抗生素去搞 可以這樣說 是完全都不會死亡的 那包括當時有一位醫生 叫Dr. Herbert Robert 他當時很多同類療法醫生 都擔任軍醫的角色 他當時負責 在一個戰艦裡面 運載士兵去歐洲 在一個路程裡面 他有81宗流感 在那個船上出現了 在過程裡面 可以說沒有一個人死亡 沒有一個人死亡 而他所用的方法 是全部用同類療法去醫治的 那同時呢 另一架船呢 是同一個方向去歐洲 是有30個人死亡的 那當時呢 他們要把那架船 把那些棺材運去第二架船 因為實在 他們不需要用那些棺材 第二架船是有很多死亡的 那可以這樣說呢 我們根本是已經有存在這種方法 在這裏 我估計呢 如果這些大型性的流感 真是不可收拾地爆發呢 其實呢 有很多的網站呢 會公布這些方面的資料 我認識有一位同類療法醫生 那他最近呢 他就去了非洲 那他那個致遠呢 就去用同類療法呢 是醫治那個愛滋病的 那他結果呢 他是給他呢 是研究到 一種同類療法的藥 是一種所以可以說 他自己研製出來的 同類療法的藥 通常都不是這樣做的 但是呢 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 的電子工程師來的 好像在建橋大學畢業的 那他最後來就 成為同類療法的 那個從業員 那他自己不是一個 一個西醫 或者同類療法醫生 但是他是做了 成二十幾三十年 那結果呢 他就研究了一種 用同類療法醫治 愛滋病的 那為什麼他需要這樣做呢 他發現呢 愛滋病的病人 在非洲那麼多 如果我用傳統的 同類療法的方法 去辨證獅子 是需要的時間 是很長的 就是我們不會有 足夠的同類療法醫生 是可以去到這些國家 去採用我們的 所謂傳統的 古式的同類療法的方法 去慢慢地處理這些 愛滋病人 雖然成績好的 相當好的 但他結果 他說呢 可以設立一種簡單的方法 是很容易去醫治的 結果呢 他真的被他成功設計了 一種同類療法的藥 根據我所了解 是這種醫療的方法 他的藥是最有效的 還有一點都不貴 是 是可以說全世界最便宜的藥 是可以說用之不盡的 因為他的稀釋過程 可以由一種藥 過程裏面 可以造成一百萬瓶 一千瓶 一億都可以的 而你所需要的價錢 是很便宜的 即是說 如果我們香港 政府裏面有些人 真是想心一點 我們不仍需要儲藏 如果我們真的需要的時候 我要儲藏同類療法的藥 同類療法的藥 我相信不需要一百萬元 你應該足夠儲藏 儲藏的藥 是給全香港人用的 你剛才所說的 澳洲好像說 他給人的用口很少 他澳洲的影子手上 他就說 如果真的爆發 90%會給醫療人員 10%會給公眾 我也不明白 即是說他不夠藥 他根本就不夠藥 但在同類療法來說 可以這麼說 是很足夠藥的 結果這位同類療法的醫生 他就說 其實他發明了這種方法 其實在上網 你到時下載下來 你聽的頻率 就可以治病 是這麼簡單的 其實我們不用怕 我相信 我們歷史上已經告訴你 其實有效的功率 老早存在了 只不過我們的傳媒 大眾傳媒 是從來不肯說這個事實給大家聽的 要我們在這個空間 告訴別人 其實這些資料 是在網上你查到的 我在上個月去英國 我去上一個一天的 course 介紹他這個設計 如何設計 那他說 其實他將來這個治療 這個禽流感 禽流感 藥的頻率 你不斷地聽就可以了 你到時有空地聽一下 不斷地聽 你那個流感的問題 可以解決到 我們暫時未知 因為我們未遇到 他現在設計的 同類療劑 亦都不是給一般的感冒用 因為同類療法 目前我用的藥 是很容易處理得到的 好了 還有一個藥 是我同類療法的教授 他最近去紐約講解 這個課題 他說原來在早期 在當時 1918年 1919年 曾經有很多同類療法醫生 除了用傳統同類療法的藥 辯證詩字之下 配得對 是拿到這個成效 有一個醫生 我不記得 這個女醫生 我不記得在哪個國家 他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是百分之百得的 那他怎樣做呢 他將病人的分泌物 譬如你流鼻涕 或者套痰 他將痰 就抽了出來 丟到心理鹽水 然後 100滴 或者99滴 心理鹽水 這樣 就撞擊他30下 撞擊意思 是撞在一本厚的書 或者手掌裏面 砰砰砰砰 然後你倒掉 倒掉他 倒掉他 剩下的管裏面有一滴 OK 接著打回99滴 心理鹽水 即是再稀釋 再稀釋 他這樣再砰砰砰砰 他只做了三次 在同類療法院 叫三絲 他當時用這個這麼簡單的 自製病人身上的液體 做出來的療劑 被病人身上用 他的成功率是百分之一百 袁醫生 我看過一些文獻 即是對同類療法 符不符合科學的要求 是做一個研究 是 證實同類療法 是符合科學 還有很有療效 是 喏 其實 最重要是療效 你能不能夠用科學的方法 可以站在那裡解釋它 我們其實有一個很常見的盲點 很多人經常以為 我不能夠切手一些東西 不科學 他不科學的意思 就是 你不能夠解釋 即是你不能夠解釋 即是那個現象不能夠解釋 但它是可以治好很多人 是的 即是我們的所謂科學 就是有這種 我覺得是很不合理的想法 我們就不是叫做科學 我們叫做懶科學 應該這樣說 即是你現在的現有科學基礎 是沒有辦法解釋 但不代表它不科學 它是真的有用 不代表它是沒有用 即是你不能夠解釋它 或者你沒有做過雙重蠻脹 即是我經常講科學的意思 它有沒有做一個雙重蠻脹 或者我叫做randomized study 即是在一個不規則地分配 分成對照組 我們叫做control placebo 對照組 在這種研究之下 它到底是否給對照組的安慰藥 是更加有效 其實是講那麼多 很多西藥 都是一個這樣的基礎之下 雖然它可能是幫少少 可能幫5%10%好過安慰藥 它都叫做有效 所以在某程度上 羅氏的發言人所說話 他是沒有說謊的 他是有效 即是給安慰藥 是比他好 但好多少呢 他就不敢說出來 不敢說出來 其實 袁醫生 討論到現在 我自己有這樣的看法 我覺得 琴流感這個問題 不是一個 大自然的問題 或者這個疫症的問題 我覺得是人的問題 多些 可以這樣說 是我們現時醫療 霸道醫療之下 做出來的這個問題 即是我聽了你所說 和那些數據 那些之後 即是 又是要說 就是說 因為很多人 是藉著這個問題 去找很多錢 如果 如果 如果用一種這麼便宜 這麼 就是 這麼簡單 這麼便宜的方法 就可以處理到 即是那位 那位人兄都 都很難生存下去 即是 起碼藥廠 即是他們 他們不會有興趣 是吧 還有 以及 以我所知 很多 醫療科目 即是 凡是有些人 去 提倡 一些很便宜 很有療效的方法 即 即 那個提倡人 都不得好死 我看過這些資料 是 現在很多這方面的資料 在很多書裡面 已經登出來了 我們 我們接下來的節目 我們會慢慢給多 這方面的籃子 給大家 跟大家分享 這絕對是 那 其實 我剛才說的方法 除了包括 同學療法 簡單便宜 差不多有效率 百分之一百 起碼在當時 這麼厲害的病情之下 百分之一百 那你說現在 如果真的又再發生 我們是否有同樣的療效呢 我覺得 沒有什麼原因 令我們相信 當時有效的同學療法藥 現在會沒有效 除非人的構造改變了 那人的基本上 都沒有什麼點變 都是沒有什麼點變 除了我剛才所說 其實有很多其他工具 例如雙氧水 我上次有提及 在德國在三零年代 已經研究了 如果我們用雙氧水 例如一般街邊買到的 3%消毒的雙氧水 在病徵出現的幾個小時裡面 滴到椅子裡 有百分之八十的療效 是預防和處理到 那些一般性的流感 好了 嚴重性的 我們除了雙氧水滴注 用0.03% 雙氧水滴注 或者用維他命C 大量的滴注之下 或者用血液的 紫外光的滴射 其實在歷史上 醫學的醫院裡面 在過去 尤其第一次世界大戰 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戰 抗生素未出現之前 其實他們用很多這些方法 雙氧水的處理 這些傳染病 成功率是很高很高的 差不多 例如有個case 有10宗的所謂非典原肺炎 他用這種血液 用紫外光照射的方法 是十個一百分之一百醫號 可以這樣說 其實有效工具 他們一向都有 在鑑於現時的醫療架構之下 這些信息是無法出街 但是到醫療制度崩潰的時候 我相信 那些人一定會很積極去找這個答案 我剛才所介紹的工具 我相信 所有人都可以用的 你不需要醫生 只要簡單 將你家裡有人病 將他的鼻涕 拿他的滴出來 如果用生理鹽水 或者不用生理鹽水 拿普通的水 加少許酒精 99滴 來搓他三十下 然後倒了他之後 再用99滴 心理鹽水 或者酒精加水 又搓他三十下 連他做他三次 或者六次 這就成為同外療法的藥 當時這位醫生經驗 是百分之一百有效的 如果 有甚麼好害怕 有甚麼好害怕 如果你真的家裡有人種植的話 你就用這個方法 我聽了袁醫生你的分析 其實 其實真的沒甚麼需要害怕 怕都沒用 而且我們現時所講的 這些手法是沒用的 譬如打針這樣 在加拿大 他估計 如果要用疫苗注射方法 他所花費是一億二千五百萬加幣 才能夠將所有加拿大人 接受到這種所謂的防禦心 但我剛才講出 根本沒有任何資料證實 這些防禦心是真正有效的 對普通的感冒都未必有效 有害的就有很多 有害的就有很多 其實袁醫生 我可不可以總結一下 其實禽流感這個出現 我們最主要是工廠式飼養的問題 第二就是 主流的西醫經常叫人去打防疫針 就會建立一個群體的免疫 其實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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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些客觀的事實證據 客觀的證據已經證實他們沒有客觀 為何人的愚昧是要這樣 可能為了利益的問題而犧牲大眾的福祉 一般人在我們的教育 令到我們都不懂得獨立思考 這是其中的原因 我們講完醫療的問題和解決之後 我們將來會討論教育 這可能是幾個月之後的事 袁醫生其實我們是不需要殺一隻雞 完全不需要做這件事去屠殺 屠殺這麼多生畜去解決這個問題 是不是 你自己想想 如果你說雞是一個源頭 你殺了雞 那下次你說豬是源頭 你殺了豬 那下次是牛的源頭 你殺了牛 他經常說 因為我們亞洲人和動物禽畜 很親密地居住在一起 所以很多病由這裡開始 我會問 在印度來說 印度真的 隨街都是牛隻 有些地方是象 人和禽畜 在城市裡的混合 我有沒有聽過這些病由印度出現 沒有 即是你所說的這些起因 其實是有很多破綻 起碼 有很多破綻 可以這樣說 就算真的這樣 殺殺了這些禽畜 根本是不可能解決到這個問題 也不是一個很實際的方法 你要做一些小動作 其實不是小動作 這是大動作 你以為就解決了 但是在1918年1919年 說豬流感 有沒有殺過一隻豬 半隻豬都沒有殺過 這樣在一年半之內 全面消失了 其實我們如果要避免 即是禽流感 這個疫症大規模發生 其實在根源上 是更加不應該去打疫苗 因為疫苗是 以及禽畜大規模去打疫苗 更加不應該 如果 即是以我所知 袁醫生 同類療法都可以用在禽畜上 當然是 這個反而是增強他們的免疫能力 是 沒錯 同類療法是很多 同類療法的受醫 是處理這方面的 在我們自己的工作裏面 我們有很多病人 帶他們的禽畜來 給我們用同類療法醫 即是說 如果現在的雞 患了禽流感 用同類療法去處理 這樣就解決了 是 就是這麼簡單 或者我們再講講 我們不要說怎樣去對付禽流感 其實一般的流感 我們經常都出現 其實我們有什麼可以做呢 我們預防冬天的流感出現 或者季節性的流感 第一 我們盡量吃一方面 吃得好些 吃得好些 意思是說 不要吃那麼多糖類的食物 或者垃圾的食物 或者那些快食食 或者那些精煉的食物 我們煎炸的油 那些破壞的免疫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糖 避免糖是很重要的 如果喝汽水 他們發現你喝汽水 你這個白血球的活動力 即是癱瘓了 這是我做過很多方面的研究 一杯汽水裡面 其實有十根白糖在 第一 在流行的季節之中 第一 第一 盡量減低這些糖類的食物 第二 足夠的休息 第三 吃多些大蒜 但大蒜是要生食的 不要吃那些丸 因為發現丸的效果是做不到的 你一定要生食 還要即時磨碎它 很簡單 你打碎那些大蒜 或者將它攪拌去菜汁裡面 你用這個方法 或者當沙律這樣吃 當沙律這樣吃 這個是精煉有效的 第四 就是減低自己的壓力 工作上的壓力 第五 適當的運動 第六 就是經常洗手 但洗手 千萬不要用化學油去洗手 不要用消毒藥水去洗手 洗手是只需要用鹼水和清水 就足夠了 因為它沒有任何資料證實 一般這種情況之下 用這些消毒藥水 是會更加有效 絕對沒有這個 反而更加不好 不單止對你的身體不好 對環境也是不好 即是那些一比九十九 那些漂白水 就是這個破壞環境 好了 時間很快又過了 一個小時很快 我們下次會繼續討論香港的醫療問題 如何去解決 如果你能夠覺得你可以幫助香港尋找一條更好的出路 或者你認識一些人 他對香港現時面對的問題 能夠提出一些精簡和解決方案 希望你能夠和我們聯絡 打電話 或者在節目的時間 打電話給我們 和我們主持人和嘉賓一起討論 或者用ICQ的方法 和我們接觸 我們希望利用這個節目 可以和大家一起想 香港的問題 我們怎樣可以用一個很實實的方法 是徹底解決它的 好 多謝大家 好